感謝師傅 我們準備超豐盛的 邀請我滿滿的一撮 師傅又要去忙了 因為今天身體特別好 先去忙 謝謝師傅 好 我們就準備開囉 先吃看看 港式的辣椒糕 它好像有點辣椒的香味 它外面的辣椒比我們 想像中的還要脆 有一種脆皮的 蘿蔔糕來 好 加到 叉燒包了 它的Size算不錯 因為我以前吃叉燒包 台灣好多都做的叉燒包做得好的愛 後來麵秀時間 哎唷 比起台灣做的叉燒包來說 比較鹹一點點 醬油味重 這有點肉肉上面 那種東西的 可是甜甜的 是甜的 有點接近燒燒醬的味道 其實很多叉燒包 它裡面的顏色是很深的 那它其實 不是那麼 所以我媽會勾講說 那種會比較有一點色素 有沒有發現 因為它其實是很自然的那種肉的顏色 所以會看到的 大部分的叉燒包好像很紅紅的 對啊 紅紅的 的確是 所以他跟我講說 如果是看到這種 真的是像肉的顏色的叉燒包 就是正 正版 正版的叉燒 沒錯 下一位 哇 提到人家的三杯 不好意思 異體耶 裡面那個真的是 非常的流啊 真的這個流叉 真的是流到爆 好好奇喔 它是什麼味道啊 蛋黃味 正統的 奶黃包 牛沙 牛沙 喔 牛沙包 它是甜的蛋黃欸 彰化人不是喜歡吃甜的嗎 沒有 嗯 就是南部吧 彰化中部好嗎 中部 OK 好 這個有在講的嗎 我來我來 根據我家族的指導 小黃包要講 要講它的頭 是不會爆的喔 絕對不會爆的 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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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原來我不是上海人 哇 上海挑戰失敗 來挑戰看看 日本血統 來 唉唷唷 日本勝 喔 日本勝 喜歡沒有上海的血統 無法可說 直接無法可說 喂我在喝湯欸 哈哈 湯的量 已經泡筆整個東西多了 把它撥開 哇靠看到沒有 唉唷唷 滿滿的 小龍湯貓其實是 就是有一塊火動的東西放進去 它其實不是玩完全全 都是蟲蟲蟲蟲 因為日本人很喜歡吃小龍湯貓 他們喜歡做這種磚皮 是腐皮對不對 是腐皮 沒錯 像是魚湯嘛 就是昨天那個白白的湯 喔 這個是腐皮 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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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來囉 吃 這個不知道什麼 直接跟觀眾講什麼是腐皮 腐皮 菠菜 蝦子 鹹蝦 我覺得它的製作邏輯跟昨天的日道很強 昨天是花椰菜 用那個方法把食材的本味提升 而且它應該有吸到這些精華 因為豆皮就可以吸一些醬子 嗯 港式的味 吃看看 我剛剛吃的腸子 裡面有不可思議的東西啊 因為咬下去裡面的餡都擠出來 它那個餡料吸滿它的滷汁啊 所以味道是非常的濃厚的 吃看看這個 欸這個 我猜應該是心臟 欸這是心耶 其實就是那種味道嗎 就是 生命的起源的味道 這個是蚂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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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外脆內嫩那種感覺 真的是脆啊 好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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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好脆啊 你剛剛說什麼 剛剛有一個人說脆到這樣 欸欸欸欸 你看看 欸 是不是 好脆啊 沒有在屁的啊 欸它下面那層 我炸過之後下面那層整個 跟餅乾一樣脆 真的脆到不行 大家都看到 它上面是軟的 下面是 脆皮 超級脆 超級脆 好嘞 春捲的部分 大家看看喔 欸好脆喔 又是脆又是脆 剛剛已經被脆了 現在又要是被脆 活的活的 外面脆 然後裡面有一層蔬菜 來提高那個 整個春捲的甜味 脆的東西咬下去之後 是先 感受到那個 像蘑菇奧一樣的東西 然後再咬進去就是 蔬菜的甜味會出來 紅蘿蔔 白菜 還有鮮蝦 三種 都是帶出甜味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這道是甜的 是鮮甜 這是很像小的菠蘿包的味道 這邊叫 雪山 叉燒 雪山叉燒 Yuki 等一下 它有那種 有點鬍子的感覺 不知道怎麼講 它皮是那種QQ的 喔唷 裡面是叉 似乎是叉燒的樣子喔 嗯 吃看看 通常有沒有吃過一個東西叫做 它 雪餅 它外面是很像彈 喔 木側看起來好像它比較像是 以前 麵包有出 像湯種的那種感覺 它就是 好好的 特別的口感 OK 下一道 吃我吃我吃我 我接下來要試吃這個 雲吞系列 雲吞 不是雲吞啊 那個 這個叫什麼 腸粉啊 喔 欸 哈囉 怎麼樣啊 腸筍為什麼叫腸粉 蛤 你在自己 你在問什麼 你在Cue自己還是 哈哈 它裡面包的有 乳筍 有蝦子 我剛剛說錯話了 剛剛吐出來再請他 again 咦 干貝 哈哈哈哈 這是一些鮮甜的 海鮮啊 加蘆筍這樣 清爽加鮮味 不錯 又是脆脆系列的啦 脆脆系列 脆脆脆 好像彩蛋啦 不知道裡面什麼 它裡面什麼 喔 欸你真的好棒喔 這個 羨慕了吧 麻糬 麻糬加什麼 木側加麻糬 有蔥 麻糬豆子系列的 是豆子吧 口感 口感怎麼樣 先講口感再講味道 麻糬質感的東西 啊吃起來的感覺就是 你咬下去都是麻糬甜甜的口感對不對 那你咬到火腿的那一招那 火腿就從裡面跳出來 它就說 完了 我昨天炒炒包 擦燒先就交給我們 這個是我們的 這是什麼 核桃 擦燒 排 今天應該洗核桃啦 擦燒包裡面的擦燒 是差不多的東西 但是因為加上 像是剛剛有不同的變化 這個的變化就是它的 餅 它的皮是比較甜 酥酥的 然後是有點 真的有點像是菠蘿麵包 那種脆脆的那個皮 今天可愛第一名就是這道 好那 這應該是蝦子的 蝦 蝦餃 它這個皮接近 河粉的那種感覺 但它比河粉來的有嚼勁 容易咬斷 但是在嘴巴裡會要攪一段時間 裡面呢 就是鮮蝦 還有一些些 海鮮的 豆沫的感覺 它都是鮮梅的東西 全部都是海鮮的東西 海鮮包 我們剛剛研究到要半個餃子 不知道這道是什麼 這道是最神奇的 也是最一目瞭然的菜了 你看 它整個 不會 白痴在幹嘛 真的 它其實就是樹的餃子 來 但官方名稱叫做 小丑 小丑 粉面 上針 上針 上針素粉果 英文翻譯就是素餃子 素餃子 我一開始夾下去就發現它不太一樣 它其實 就是那種 它不是餃子餃子 粉果 它口感是外面那一層很像果粽的 它不是餃子那種 是精靈劇動的那種果粽 然後 咬下去 超菜的 很多菜 那裡面有香菜 然後 應該有一些 木耳啊跟 香菇 耶 錄完了喔 趕快趕快 聽說這幾天都吃得很貴喔 價錢真的是跟一般的差不多 滿平價多了 而且我覺得這個環境很棒 空間很大 對 就這樣 今天要講 改想 要不要選一個今天最好吃的菜 好啊 好 我個人覺得這裡面來說的話 在今天所有的叉燥包就是最愛這種 它做的 口感其實很 很豐富啊 裡面是叉燥味 然後外面有一層甜的味道 然後又是酥皮的 底部還有煎過 所以你咬下去之後是 大概有三四種口感在 然後最後才是叉燥包的味道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 第一名 就是這個 鰻魚 我吃下去那一口真的讓我驚豔 我覺得這一整盤 我可以吃掉 它雖然其實油脂很豐富 可是它那個油不是那種 會讓人覺得很不舒服的那種 你的經驗程度沒有我 剛剛會說 要整滑掉 哈哈哈哈 你來講 你來講 我第一名嗎 唉唷 唉唷 我其實每天早上都會吃一盤 台灣的蘿蔔糕 這是 真的是港式的蘿蔔糕 最特別就是它的皮 特別剛剛有問那個主廚 它的皮 它又不講了 就是地方 這兩天都在這個餐廳吃嘛 然後昨天吃的很豪華的 月菜嘛 可是今天吃 下午茶第一個 它的價位來說 並沒有比 比方說天XX那些 那些大家 直接講出來了啦 然後它的餐點的費用率 不會比那邊貴 這個地方的交通也方便 在時代廣場這邊嘛 熱很多 然後又是電梯大樓 它這個餐廳的空間感很好 不用搭像 隔壁棚那樣 全部都擠成一排這樣子吃 是很舒服 很適合大家在那邊去的 員工們都對我們很親切 很熱心 就是很熱心 就是很熱心 就是他們好像就是 非常的 喜歡自己的食物 然後想要 推廣給更多人 所以他們介紹食物的時候 是有那種熱誠在 我就是有感受到 覺得很感動 很多說香港的服務單位不好 沒有沒有 沒有這回事 超好的 所以我覺得這邊真的是 差不多的價錢 可是可以得到更多的享受 如果你們想要吃到 就是阿傑 AK還有我覺得 超好吃的笑茶 要來的地方就是 大三元酒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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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